她的測血不会有错 队长 副队 有新发现 按照队长的安排 二组在重新走访 焦子街一带的时候 有一个水果店的老板娘 认出了三号受害者 她说她记得 曾经跟一个 符合画像描述的男人 一起走进了店 买了一些水果 什么时候 老板娘说她记得很清楚 那天是十一月五号 她的结婚纪念日 因为她着急回家 是她的最后一单生意 可对方不停地 在挑来挑去 弄得她会烦躁 十一月五号 也就是说 三号受害者 在十一月五号的时候 就已经与嫌犯接触了 而真正报案失踪的时间 却是十二月五号 这时间恰叠也太远了 都在一直的 对方又失控 在哪儿 是什么机会 对方又失控 ロ fence 不过 你怎么能不下手 还是抑或是 你怎么せて 你怎么会 不有问题 你怎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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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說大哥 你有什麼新的發現 直接跟他說不行嗎 幹嘛非要找我 你是博教授的助理 他說了 警方跟他所有聯繫 都必须通过你 再说了 我也没打电话呀 快点 喂 博教授 警方说他有一些 新的发现想要跟你 怎么了 他说叫我们过去 去他家 那 是叫你一个人过去 还是 叫我们一块过去 他就说了三个字 过来吧 然后就挂了 那快去 快快快 别急嘛 我 我 是 是 是 我想她是不会起来迎接你的 你有什么新的情况 就直接说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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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看她好像在发呆 你说什么她都听得见 是这样的 根据你提供的调查范围 和嫌犯画像 我们做了更深入的排查 发现有几名受害者 他们真正的失踪时间 你都已经发现了 发现了 发现什么呢 在农村乡下 十五六岁的男孩 基本上就被视为成年人 所以他们所受到的照看 还有监护我 不可能和成年的孩子一样 的确是这样的 有的孩子 真正的失踪时间 与包吻失踪时间 存在着较大的农产 我已经把他们的失踪时间 重新做了推断 你承认一下新的信息吧 我明白了 其实三号 真正的失踪时间 是早于二号的 所以他们俩的位置 应该互换一些 何教授 除了失踪时间 还发现了一些 其他可能相关的机器 你真的相信 这是一起来问谋杀案 这种只存在于 没距离的案件 怎么会突然降临到 我们这里 一开始我也不愿意相信 可是随着案件的 深入调查 越来越印证了 博教授的判断 我还是不明白 你是他助理 他没跟你说过 他的结论就是凭空 怕了一下就冒出来 他从来都不会解释 他的结论从何而来 依据是什么 这么跟你说吧 拐曼的对象 以女性 和十岁以下幼童为主 可是这批失联的失踪者 全部都是男性青少年 这不符合拐购案的点心特征 不认证 所以就拐购案了 不认证 博教授 我 我已經全出了三個 最有可能的脈石碟 你帶你的人過去 立刻開始搜尋屍體 我這就去 那我們現在幹什麼 我累了 需要睡一會兒 今天還有工作嗎 沒有了 我們不需要協助警方 搜尋屍體嫌犯嗎 那是警察的事情 我只負責分析 那我先回家 明天我再過來 不行 你現在的時間 全部都是屬於我的 我先回家 有什麼事情 我隨機要隨到 不行 你來吧 如果半夜 需要看屍體的話 難道還有花時間 開車去接你嗎 如果能夠第一時間 抓到對方 也許就能阻止 他殺害下一個人